PS5变卡了怎么办 这个视频咱们说五个原因 首先登录界面变卡 这很有可能是更新导致的 因为PS5最近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更新 更新之后我这也变卡了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有一个遥遥领先 我先关闭PS5 然后再开机 这个界面的速度是正常的 这个特效界面速度也是正常的 都很流畅 各位注意看 当我进入登录之后 时间会比以往要长一些 321走 一刀不减 大概也就五秒 我记得这次系统大更新 刚更新完之后 这个等待时间比现在要长 但是我什么都没干 玩着玩着 现在这个时间我是能接受的 如果你的PS5在登录界面 登录之后等待时间比较长 也可以等待PS5的系统更新 好下面说第二个原因 在游戏中卡怎么办 首先要判断是一个游戏卡还是所有的游戏都卡 其实这个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你运行一下免费的游戏宇宙机器人 这个游戏百分之百不卡 如果你玩这游戏都卡 证明你的PS5真的有问题了 那就走出后或者问一下客服 好下一个原因或者叫解决方案 有同学说需不需要重构一下数据库 PS5也有一个安全模式 需要手动进入里面有个重构数据库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我以前在PS4的时候做过 自从我换了PS5 这是国行的备份的港服 好像一次都没做过重构数据库 就是没手动做过 系统它会自动帮我做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 不用咱们手动去执行 因为PS5的系统 它会自动的优化 自动的重构 我觉得如果不是你的PS5 总报错 总出问题 或者总卡 或者什么其他原因 没有必要重构数据库 好下一条 那是不是散热导致的卡顿 有同学说PS5玩游戏 有的时候卡就像电脑游戏温度过高 那种卡的劲儿是一样的 PS5它这个热功耗设计 它的散热系统已经是优化好的 不过各位要注意 这PS5的上面不要给它覆盖东西 因为它会从这个位置进封 后面出封 后面一定要给它留出封口 不要把它封闭到一个格子里 或者一个箱子里 让它四场大开的 冷的空气能够自然的流动 能把它散出的热量给它带走 当我们玩PS5游戏的时候 这个散热量很大 这是正常的 玩个几个小时 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 上面这几点的卡顿 我感觉都是焦虑性卡顿 不是实实在在的卡顿 那最后一条 第五条 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百分之百卡顿 那就是PS5自带的硬盘 我这是老PS5 你用的如果是新版PS5 它是一个T 用户大小是800个G 最关键的在于它这个空余容量 也就是剩余容量 不要太小 我这个剩余容量给它留了100个G 所以说我感觉很流畅 但如果我都给它占满了 就是这个主机存储 如果给它剩5个G 2个G 甚至都给它占满了 那百分之百卡 很不舒服 PS5和手机电脑一样 你的手机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 如果剩余空间只剩个一个G 甚至几百兆 那也百分之百卡 谁都没跑 电脑也是一样 笔记本台式机全是如此 所以说PS5要让它不卡 至少我感觉得留个四五十个G的剩余空间 这样可以让PS5运行的时候 更加释然 更加放松 不会那么紧张 也不会卡顿 至于说为什么会紧张 那是因为你没有剩余空间了 它可能会多占用点空间 你这没有了 它会删除别的缓存 它一删缓存 再一键缓存 里外里多做很多工作 所以说它会卡顿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小白同学参考 我们下次见